陈平安陷入与段星星的回忆之中 久久无法自拔 要是能这么一直下去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突然前方烟尘滚滚 横空而起 之间一位少女正在与一只古兽作战 原来在鸿蒙街被入侵后 古兽一族投降于阴阳林 愿意作为他的马前卒 去干掉平安大地的势力 唯一反对的青丝被就地格杀 此时少女明显不敌古兽 正要被吞掉时 三位男子顺善而至 化解了攻击 但即使有了他们的加入 依旧不敌古兽 这时少女留意到一旁的陈平安 竟忙大喊 威胁别过来 话音一落 古兽突破三个男子的防御 对着少女袭来 下一瞬 一兵从天而降着苍天巨剑 硬生生地插在了古兽身上 一招秒杀 陈平安叹了口气 那三位男子正是郎中申保 赏天尊者周浩轩 以及牧林剑主应成岩 若不是他们 陈平安还真未必会管 正当他要离去时 申保认出了他 老友 你怎么变成这样 家里人都在找你呢 应成岩与周浩轩也反应过来 当年无敌至尊何等威风 如今居然颓废的像条狗 差点没认出来 一旁少女很是惊讶 对着申保道 爹 他就是你口中那个天下第一人 无敌至尊 温言陈平安紧紧苦笑了一下 浩言相劝道 昔日故友们 回混沌界吧 阴阳林找不到那地方 别淌这浑水了 说吧便准备离去 申保等三人四十想要开口 可见陈平安那绝望的样子 盗嘴的话语硬是吞了下去 唯独少女无所畏惧道 喂 你到底是不是无敌至尊啊 我爹说他是个拯救世界的大英雄 怎么看起来像个懦夫啊 奉献 别乱讲话 申保听完都吓尿了 这娃怎么口无遮拦啊 没看到老友正颓废着嘛 可少女根本不听劝 反而怒吼道 爹 我说错什么了 现在全世界都在遭罪 她明明有能力解决一切 却选择逃避 龟缩 不是懦夫 是什么 温听此言 陈平安的脸色 阴沉的可怕 少女的话语 犹如一把尖刀 将她的伤口再度割开 申保三人是哑口无言 显然嘴上虽不说 但心里却很是赞同 就在这时 少女从废墟中抱来一个五岁大的孩子 来到陈平安面前 你知道刚她遭过什么罪吗 虎兽当着她的面杀害了她全家 要不是我们出现 她早就没了 你的妻儿就是妻儿 别人的就不是了吗 如果因为你的懦弱 原本可以好好长大的孩子都死了 那杀死他们的不是阴阳林 而是你这个自私自利 恶心到极点的懦夫 少女的一字一句 都如同铁锤般 敲击着陈平安的内心